接下来关注民生课题 为了稳定国内的鸡肉供应 政府早前禁止出口全鸡和活鸡 随着机制供应趋向稳定 政府已经是逐步放宽出口禁令 但依然禁止全鸡和活鸡出口 究竟政府会在什么时候解除出口禁令呢 国内贸易及消费人事务部长 纳杜斯里亚历山大就表示 内阁已经在讨论有关事项 只不过目前还没有确定解除禁令的日期 任何决定将会交由相关的部门来审布 压力善大今天巡视沙拉越 大马一家人巡回活动后表示 国内目前的肉机供应充足 而且有过剩的情况 根据他的观察 虽然政府制定了零售顶价 但许多地方售卖的肉机 价格都比顶价来得低 没关注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